你好吗 有人说写信已经不合时宜 但是如果生命里面缺少了记录 我又怎样去记得 跟你一起经历的所有美好片段呢 你还记不记得这张照片呢 这张是在大炮台花园 你帮我拍的第一张照片 看到眼前名为圣殿的户外艺术装置 你第一次为艺术创作所触动 在你举机拍照那一刻 我意识到你已经懂得观察事物了 我决定要带你去看更多的艺术作品 让艺术走进你的生命 从此结伴欣赏展览 成为了我们重要的约定 一切由艺民汇澳开始 一件震撼澳门文化旅游发展的大事 艺民汇澳Art Macau 在2019年诞生了 那一年夏天 艺术在澳门溃出了一道风景线 全城美术馆 初初艺术园 从五月到十月 我和你跟随着艺民汇澳的地图 通过体验艺术 对澳门有了全新的解读 一股艺术的魔力包围澳门 这座城市成为了一个繁花似感的艺术乐园 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兴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之際 大型国际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 艺民汇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社会文化师的指导之下 成功创办 由文化局和旅游局主办 教育企青年局和高等教育局协办 它的规模空前 参与组织的单位 人员数量更多 从来没有一个活动 时间长到横跨半年 各个参与单位攀手合力 共同呈现了四十一项大型活动 遍布五十五个地点举行 还记不记得我带你游览过的艺术景点 那些都是艺民汇澳的系列活动 从视角艺术 表演艺术 高等院校视角艺术展示 到国际青年节兴 艺术力量 让整座城市活力四射 散发令人心动的魅力 它以文化带动旅游 创造了一面 国际级的文化旅游品牌 那个时候每到周末 我就会牵着你的手 四围去看展览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 和旅客 因为艺民汇澳 而会聚一起 Art Macau 成为了一个 现象级的文化成宴 除了建立一个文化旅游品牌 艺民汇澳 还引进了多项重量级的 艺术展览 从西方素描 到东方水文 到中国现代工艺美术 从文艺复兴艺术大师 达文西 拉菲尔 到中国近代美术巨像 齐伯石 张大千 赴普普石 众多世界艺术史上的传奇人物 为立以高远的艺民汇澳 捉起一道 吹灿灿断木的艺术星河 Art Macau 国际艺术大展 更汇聚各大旅游度假村 及酒店企业的珍贵藏品 多元化地展示当代 时光艺术的迷人魅力 全世界作汇聚澳门 赏心悦目 启迪无限 令澳门成为当代艺术家的展览馆 成就一场星光熠熠的国际性艺术成会 葡萄牙 比利时 日本 意大利 及匈牙利 等五个外国驻港澳领事馆的展览 开启了流光日彩的奇妙世界 让我们饱览不同地方的文化风貌 这些层次丰富 风格鲜明的艺术展览 在同一时间百花齐放 编写了澳门文化艺术的华彩篇章 每个星期三 你画完画之后 总是要我带你跑遍不同的景点 从艺术馆到旅游度假村 到城区角落 最终艺民回澳 路过欧华利前地 你要找东波西波的开心大头 走到南环雅民湖畔 你要欣赏于凡的银中马五号 周末 我们在龙幻蒲韵 跟随澳门艺术家 王嘉龙的《度步者晚步》 又跑到大炮台花园 欣赏苏若翰和孟丽泰的圣殿 有时又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外面 在香港艺术家 莫一身的念悠游 雕塑旁边心思 我们约好家人朋友 一同参加艺赏游 从银发族到小孩子 在艺术的分野之下无分美我 游走于不同的展览场地 共享难忘时光 还有走进社区与校园的文化讲堂 令更多人认识到公共艺术装置的创作和意义 日程上面 满满都是艺民会傲的活动 传承更是人人Art Macau的现象 除了展览之外 我们还欣赏了很多集结澳门 和多个国家地区艺术团体的精品演出 澳门乐团和澳门中乐团的乐柜重点音乐会 文化中心亮点表演节目 响朵街头艺术节 澳门国际默剧节 爱旅途 以及澳门高等院校视角艺术展示等 有了切身体会 激发起你的艺术热情 后来你更加投入到国际青年舞蹈节 音乐节和戏剧节当中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透过音乐 舞蹈和戏剧 实现地区间的艺术文化交流 艺民会傲 是你记忆里面最深刻的艺民节兴 全因为它满载着因艺术而带来的感动 艺术活动从殿堂走到互动 而且遍布传承的模式 以网络式扣建全新的节兴氛围 公众值此接触到国际级艺术增保 无分阶层 更突破传统理念 各界同一时间举行大型国际化的展览 汇聚了巨大的艺术力量 产生联动效应 体现社会各界 从政府、企业、艺术家至市民大众 都热冲参与城市文化建设的美好议员 艺民会傲 推出品牌旅游产品 连结人民大湾 梁上海外开展宣传推广 带领澳门走进国际 短短半年内 它为澳门创造了一面全新的国际级城市品牌 是一次属于澳门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创举 世界已经看到一个更美丽的文化澳门 艺民会傲这个传奇 在2019年只是个开始 接着来 你要以你的双手传承文化 让澳门与世界对话 澳门将是世界舞台上的非凡之光 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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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